一人健保费案越滚越大 也传出健保局查出林志玲欠健保费 是因为这一位台志远小台啊台哥 他从演艺工会转出自己的健保 这不寻常的变更让健保局盯上 不过他也出面澄清 他说会转出是因为开设新公司 因为现在是老板的身份要多付两万元 他强力为自己喊冤 但是他也跟林志玲说抱歉 对不起害到你好不好 台志远一开口要跟志玲姐姐say sorry啦 听到健保局查林志玲欠健保费 起因一年前自己从演艺工会转出健保 这个大动作让健保局起一心 展开艺人投保情况调查 牵连别人很内疚 台志远自己呢到底有没有欠健保费 我要成立一个新的劳健保的单位 所以我必须帮我的员工投劳保跟健保 那我就变成是雇主的身份 所以我必须要从原单位签出 把健保从演艺工会转到自己公司 从员工变成老板 一个月还要多掏出二十张千元钞票 两万元 台志远觉得冤枉更有话要说 那些拿健保去盖章 这个以前是盖章了 换沙拉油跟换那个 我希望你换酱油的 大家要心里要闷心自问一下 成立工作室那很好很好 他就把他迁移出去了 我们觉得像小孩这种很尊负工手法的人 应该去表扬他一下 不要扯了说是因为小台的问题 而影响到致灵的问题 在 演艺工会理事长跳出来挂双重保证 要让演艺圈健保话题赶紧落幕 中天新闻陈婉与张品红台北报导